豆腐花米線 今次好玩了 我們來到新蒲江試我一個期待了很久的食物 豆腐花米線 到底是甜的還是鹹的 我真的不太清楚 去看看 有哪些豆腐花米線特別好嗎? 我看到很多人加豆腐花是加麻辣雞 豆花米線加麻辣雞 這樣吃 雖然今天我們來試這個特性豆腐花米線 但這裡有東西都很有名的 就是酥炸雜蟲 試一試,90元 貴還是便宜 這個就是特性豆腐花米線 有些肉碎 一些滷水汁 還有一些蔥花做點綴 酸菜 還有一些辣椒醬 它的吃法就是先把它們全部拌勻 我第一次吃的豆腐花米線 超級嫩滑 米線是超級嫩滑的 還有些少許煙韌 就是外面那一層很滑 咬到米線有些糯糯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 面那一層有一層豆腐花 弄得整個米線差點滑了 其實它的味道是比較複雜 一入口會有些少許的鹹味 那個鹹是肉香的鹹味 然後就是辣醬的辣味 接著就是辣醬的辣味 接著就會吃到很厲害的酸菜味 它都看一層層一層層 有點像我們上次吃的海南粉的感覺 不過它的味道層次轉變了 另一個風味 這些米線吃起來 它的樣子可能會比較生少 但是真的吃起來停不住 嗯 嗯 好滑 好香 好惹味 我就不吃了 吃得出豆花的豆香 但拌勻來吃呢 就不好說的 這位老闆娘推介我們 加了一個麻辣雞 嗯 皮是硬的 它不是脆的 是香口的 但是我覺得它炸乾 有點咬不難 接著這裏也是這裏很出名的炸蟲 有四隻的 一個是竹蟲 蠶蛹 炸馬麵 還有最可怕的鹹 我們由體積最小的開始 先試過竹蟲 是很香的 如果黏著眼睛應該不說 先試一下 竹蟲 竹蟲好吃 竹蟲吃下去 根本是跟薯條很接近的食物 因為它很小 所以吃不到內臟的質感 蠶蛹 好 嘩 你會感覺到 很飽滿 然後 看上去 皮型怪狀的炸蟲 可能因為炸蟲 它的汗比較多 所以吃下去你反而吃不到 裡面有些什麼 好了 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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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體積越大的蟲 就越可怕 特別是裡面也越實在 你知道有很多內涵 裡面很足料 所有炸蟲 差別在它們的內涵多不多 我會看到蟹 蟹 蟹 內涵是最豐富的 蟹 蟹留給你吃 我只吃那些竹蟲 那些 適合來的 補 剛才兩個人一共吃了172元 其實只是豆腐花米線 32元就可以買蛋 性價比非常高 我一定會再來吃 炸蟲 90元一碟 是很小的 我覺得有點貴 但如果你沒試過 可以先試試試 這些好東西 吃不完 一定要拿回去給同事 分享一下 吃得不要浪費 好高蛋白質 我的同事全都是男人 適合他們